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探話 焦卓寧 監製 孫田過 播放 李沛聰 英雄 代表著一個時代的夢想 古稱有天下者為王 諸侯之掌為霸 而如今 霸王一詞 尊屬項羽所有 在聖者為王 敗者為寇的時代 自問於烏光邊的戰敗者 如何突破中國人心中的定律 項羽的人生 如何無常變幻 其人格魅力何以打動人生 遠古楚漢商爭的兩軍納銜已經連續 兩千多年與白鞠過鞠轉順直勢 而今烏光外邊 為見淒淒芳草對沽山 滔滔江水 空被截 訴說著無盡的餘基情 霸王雷 歡迎再次走入 秦朝末年的煎火之中 以全身的方式 一同感受西楚霸王 項羽短暫 而悲壯的一生 撤開陳福的歷史 體會激動教育 再奮一場霸王之相 各位 大家剛剛聽完李詩傳奇 都知道李詩是好頭衰美 早年幫助秦始皇 建立中國第一個專制統一的皇朝 而去到晚年 就臨老守不了寡 為了權力 和趙高勾結 最後落得慘死的下場 而他為之奮鬥了大半世的大秦王朝 亦都在他死後沒多久 就分崩離析 宣告收皮 秦朝的滅亡 造走無數的英雄豪傑 有揭桿而起的陳勝 有算無為賊的張良 有勇猛豪爽的繁快 有一落千金的貴報 真是亂世就出英雄了 而當中的表表者 當然就是漢高祖劉邦 和西楚霸王漢羽 劉邦雖然奪得天下 開創漢朝基業 但若而論真英雄真豪傑 他是非漢羽莫屬 所以 從今天開始 我會和大家講講這位 雖然滿手血腥 卻有柔情似水 在歷史之上 備受爭議的英雄人物 漢羽 漢羽 漢羽的故事 228年 滅趙 公元前226年 滅煙 公元前225年 滅魏 一統天下 眼看著指日可待 話說當時的秦皇營正霸氣無雙 一心統一天下 先後滅了燕、趙、毅、韓四個國家 佔領了中原的主要地帶 只剩下兩個死靜種 就是東邊的齊國和南邊的楚國 大家都聽過屈原的故事 都知道當時楚國內政的混亂 幾任的君主都生人生老 重信一班吃飯不做事的大臣 整天吃飽無憂米 對秦國處處退讓 激到屈原來要投河自盡 現在大家才有五月總食 秦皇營正見到楚國這麼不爭氣 不來打你就真的對你不住了 於是叫齊一班將領 過來商討滅楚的大計 當時已經是戰國的末年 秦國向來都名將背出 這段時間也有很多優秀的將領湧現 例如蒙氏兄弟 李信 黃斌 等等 但其中威望最高 聲譽最濃的 都還是老將黃展 黃展 黃展 彭陽東鄉人 彭陽在現在的陝西省府定縣 黃展是戰國時期 秦國最傑出的軍事格子人 在滅六國的戰爭裏面 攻堅追大 破寒丹 滅煙召 都是他的功勞 生平大小白戰 竟然從無敗蹟 他和白喜 廉婆 李牧 並稱為 戰國四長 秦王搞努力公佈 研討滅楚方案 當然首次要問問黃展的意見 黃展就說 楚國雖然兵力不及得我們 而且內政不修 但他也是個大國 楚人向來又排外又骄勇 若然沒有足夠的兵力 就只能打擊楚國 不可以滅了整個楚國 秦王就問 老將軍 你說要有多少兵力 黃展就掃了手指頭 就說 六十萬 秦王一聽就嚇了一跳 六十萬兵力 那不就整個大秦的兵力都被你拿去 即是吃我的居 萬一你帶著大軍打回頭 我的國軍是分分鐘無得做的 當堂面有顏色 下面的將軍很會看臉色 一見到秦王這樣的表情 就知道黃展說錯話了 於是另一位年輕的將軍李信 就跳出來說了 黃老將軍年紀大了 這個膽越來越小 你看看我們這幾年 滅了煙召毅寒 不費脆腐之力 和楚國交鋒 每次都打大勝仗 楚國就快要收皮了 打這些快要收皮的國家 十萬大軍就夠了 大家不要以為李信下巴輕輕亂吹牛 當時秦國的名將背出 他也是有料之人 秦國當年討伐燕國的時候 他曾經帶領數千興騎 大破燕軍 逼到燕王要交出密謀刺殺秦王的太子丹 他的軍事思想傾向於斬首戰術 認為只要一舉擊破敵人的心臟 就可以消滅敵人了 將太多兵馬託賦給一個將領 秦王始終都不放心 李信的說話就很合秦王意思 於是秦王認證當堂拍反 令李信和蒙田率領十萬大軍 將臉楚之戰 王展看到秦王信自己不過 確實是沒有心機 於是裝病回家放大身假期 楚國這邊收到封 說秦軍前來攻打 真是嚇到手忙腳亂 紮紮紮派領大將寒煙 率領大軍前去迎戰 這一位寒煙 就是我們的主角西楚霸王寒雨的爺爺 用來賣發展 據史記記載 漢氏西代為楚漲 家族被封於漢國 是天下漢姓的祖先 漢氏以封地為聖 孤姓漢,為周公長子白琴的後裔。 漢羽名漢籍,異語是他的字。 因為漢羽這個名號實在太著名, 大家都幾乎完全忘記了他的名字,其實叫漢籍。 秦軍來攻打楚國的時候,漢羽只只有八歲。 他很小時候,父母雙雙離世,跟著叔父、伯父等賺錢。 據說漢羽的天生異品,是蟲銅。 什麼叫蟲銅呢?就是眼睛的兩個瞳孔,夠特別吧? 根據科學研究,蟲銅是一種反祖現象。 但是歷史上,記載有蟲銅的人只有幾位, 例如順帝、倉潔、彼幹、李玉等, 全部都是駕世堂的大人物。 為什麼有反祖現象的人不得而知呢? 因為生得特別,漢羽在漢家也很受寵愛, 大家覺得此子日後比成大器。 不過這個時候,一個八歲的小孩子還未懂得軍國大事。 但是武將家庭出身的項羽, 身體裏面一樣留著尚武的血液, 從小就喜歡武刀弄槍,而且是零射大力。 好了,我們說回他爺航煙。 他是接受命令,領軍迎戰秦國。 他是個很有經驗的老將, 知道秦軍勢頭正猛,不可以正面抵敵。 於是帶兵在外圍騷擾秦軍。 秦軍的將領李信和蒙舔, 帶著十萬人馬, 真是預成就課成, 獻債就滅債, 風頭有一時無兩。 李信簡直覺得十萬人馬實在太多了, 於是決定和蒙舔兵分兩路。 他帶兵攻打平宇, 蒙舔帶兵攻打沉。 然後再在城府匯師。 這兩路人馬厲害就真的很厲害了, 但是兵馬實在太少, 全部要拿去衝鋒陣, 沒有多餘的人馬去守那些佔領的城池。 降煙見到這樣的狀況, 當然是發揮本土作戰的最大優勢。 跟著在秦軍後面, 不停用游擊戰騷擾李信的部隊。 李信擅長打突擊戰, 不擅長應付游擊, 結果被降煙的軍隊搞得疲憊不堪。 飯又沒空吃, 睡覺又沒空睡, 連廁所也沒空去。 一天到一刻就應付小古的楚軍, 極堅絕望。 一年幾日都是這樣, 搞得李信沒有了符必, 唯有停止進兵, 收足壁壘作為防禦工程, 爭取一些時間, 讓大家吃飯睡覺去治所。 降煙見到秦軍的銳氣已經受挫, 於是集中兵力, 一舉突破秦軍的防禦, 打到秦軍落花流水, 死傷無數。 李信又撿回來命仔, 帶著殘兵敗出來撤回重國。 而另一路的蒙田, 孤軍深入, 亦都不敢繼續前進, 唯有跟著退兵。 新派歷史講堂之西楚霸王, 由廣東地區最好的小說平台, FM96.2廣州新聞電台原創出品, 主播李沛聰。 講返李信, 帶著殘兵敗卒回去秦國, 當然是被秦王省到一面屁。 秦王今次才信, 王展之前說滅楚要六十萬大軍, 並不是老點他, 於是落勝子, 命令王展領軍出征, 討伐楚國。 王展之前就炸病在家裡休養, 聽說秦王要他出征, 調戲很不順, 心想你也信我不過, 我怎麼要幫你拼命? 於是繼續炸病, 不肯領子出征。 秦王當然心知肚明, 王展正在炸病, 但有事要求人, 國軍也沒有法子, 唯有親自上門, 請王展出山。 王展看到秦王來到, 繼續賴在床上辦事。 秦王開門見山說, 上次沒有聽老將軍的說話, 實在是拐人沒有見識, 李信果然大敗意會, 看來要滅楚國, 還要老將軍出馬才行。 王展知道秦王親自嫁到, 拐就拐不掉了, 不過秦王現在有求於自己, 這個時候不紮一下營, 以後恐慌沒什麼機會, 於是嘆了一口氣就說, 老夫年事已高, 又有病在身, 實在是不合適領兵出戰。 大王你揮下這麼多猛將, 個個都想立大功, 你派他們去便行, 我這副老骨頭, 還是想留下來吃多幾年閒飯。 秦王就嗆嗆說, 將軍怎麼可以這麼快說老呢? 你看你身臟力賤, 真是老虎打死幾隻, 哪個老啊? 何況我們下面那些將軍, 個個都是勇猛有餘, 智慧不足的, 不足以擔當大任的。 這一場仗, 都仍是要將軍你來打, 你要什麼風想, 即管出聲, 怪人多多都比。 王展見秦王的耐性就差不多了。 知道有風不可以使盡理 就說,風上就先不說 我老人家,年紀大,沒什麼膽 這次去滅楚,我還是要六十萬大軍 他這樣說,就將秦王一軍 若然秦王還是盡不過,不可以把大軍交給他 那秦王認證,再沒有資格說什麼數平六國一統天下 秦王認證畢竟是紅材大略 咬咬牙就說,好,六十萬就六十萬,一個都不少你 於是秦國拜王展為大將,點起六十萬大軍 在第二年再次進攻楚國 在這一年,奉約九歲 楚國這邊聽聞秦軍又來了,當然又緊張 因為上次漢煙打敗秦軍,這次理所當然 楚王集結了各路兵馬,拜漢煙為大將,迎擊秦軍 這裡要講講楚軍的情況 楚國的軍事體制和秦國不同 秦國幾乎全民皆兵 而且所有兵馬都受大將統一管理 號令通暢,指揮或一 而楚國土地遼闊,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 原來的吾越地區,這個時候也屬於楚 所以各地人馬比較立雜 漢煙雖然是統帥,但他的嫡系部隊 只有在東方招募的吾越地方部隊 而其他部隊,特別是一些少數民族部隊 雖然都受他節制,但各自有自己的將領 王展的大軍來到楚國,就不像在李順之前 攻城拔債,而是大量收足防禦工事 天天躲在裡面休整 而另一方面,就不斷派使者回秦國 向秦王的土風上 今日要一塊地風給兒子,明天要幾百兩黃金給孫 周圍的人都很疑惑,心想 王老將軍不是那麼貪心的人,為何搞這樣的事 終於有人忍不住就去問他 王展解釋說,我們大王生性猜疑 我帶著全國軍隊,又在團兵不盡 消息傳到回去,他一定會懷疑我想造反 所以我不斷派人回去討風上 大王見到我這麼貪心 通常貪圖風上的人就貪圖安樂 也就不會有謀反的義心 那大王才不會懷疑我 果然,秦王認證見到王展不厭其煩 三頭五十兩天過來扔自己心口,很開心 覺得王展空無大志,只是想榮華富貴 於是再也不懷疑王展 自古以來,專制君主最怕的就是下屬做法來推翻自己 所以,歷代帝王對於下屬大多數都掩加防範 更有甚者對有功之神大師菩薩以絕後患 反而對於貪污腐敗都是看得很輕 甚至認為,貪財的人兇無大志 對自己不會構成威脅 所以,歷朝歷代那些功高贈主的大神 往往都用貪污腐敗這種方式 向君王表示自己無野心 以保存自己 當然,現在是民主發展社會 這一條舊橋,不可以照抄 楚國的國路人馬紛紛來到秦軍面前 見到秦軍是縮頭烏龜,不肯出來迎戰 士氣當然是大成的了 天天連番挑戰 將秦國的人的十八代祖宗都罵暈了 王展一於掛一對以上牆,誣聽不到 天天吃飯睡覺 楚國的人馬見到秦軍的攻勢做到這麼堅固 也不敢攻擊 心想,上次打到你們怕了 今次不敢出來吧 於是,漸漸軍心開始有點散漫 過了一段時間 王展就問手下 我們士兵現在都在做什麼呢 手下的人就說 士兵沒什麼做 每天都在扔石頭鬥遠來玩 王展就說 嗯,這樣的士兵可以用了 事關這些士兵養精蓄銃 一身精力沒有地方發洩 正好用來上陣殺頂 而那邊鄉呢 楚軍經常沒有仗打 楚國的部隊都是來自不同地方的 大家私鄉情節 尤其是漢煙揮下那支東方地區的部隊 個個都想回家了 漢煙見到秦軍不敢出戰 以為秦軍就怕了他 於是便命令東方部隊率先撤退 我心想 反正這麼多軍隊在這裏 多我知不多 少我知不少 王展等的正是這個時候 他就知道 航煙這支東方的軍隊 戰鬥力的最強 一直有所顧忌 現在航煙時亂陣腳 真是靜重下懷 秦軍的士兵 早就儲了一身力沒有地方洗 王展一聲令下 秦軍的士卒 猶如猛虎下山 人人品勇就個個爭先 打到楚軍 潰不成軍 正所謂士氣可鼓就不可蝕 航煙這個時候 再想將東方部隊 反過來打秦軍 真是力不從心 那士兵個個掛著逃命 哪有力反抗 最後 楚軍的主力 就被王展的秦軍全部殲滅 航煙也死在聯軍之中 至於航煙怎麼死呢 總是有很多傳說 有的說他自盡身亡 有些說他重戰而死 更加有人說他根本未死 後來 秦朝末年的時候 亦都有人曾經打著他的旗號 起兵造反 楚國的軍隊在這一帳裏 被王展一鋪清袋 再都沒有原力反抗 王展揮軍殺入楚國都城 孤魯了楚王 楚國就此宣布滅亡 先說 國破家亡 年僅九歲的項羽 當堂從一個敢依肉食的貴族少年 變成一個四處逃亡的流算犯 過著招不保值的生活 秦國大使收捕楚國的貴族 項羽無法指 跟著叔項娘到處逃亡 這段時間真是覺得顛佩流離 我都說過了 楚國的民眾歸屬感很強 鄉土意識也很強 對於強秦的統治十分反感 即使後來秦國統一天下建立了秦朝 秦皇認證稱為始皇帝 楚人對於秦朝依然有著很大的反感 而且楚國地方富庶 秦朝建立之後對於楚地大使略奪 民眾負擔非常之重 而且秦朝對於楚國貴族和民眾的鎮壓 亦都非常殘酷 令到楚人很討厭捕秦 很快在楚地開始流傳一句說話 叫做楚衰三戶,望秦必楚 項羽跟著叔父項娘四處逃亡 一方面見識了不少世道艱難 亦都了解了一些民間的疾苦 另一方面對於秦朝的仇恨 亦都在他心裏生根發芽 在日後的軍事生涯裏面 一直都背負著很重的復仇心態 對於秦朝來說 項羽簡直可以說是一位復仇之神 代表楚國乃至是被秦滅亡的六國 來向秦朝討還血債 項娘帶著項羽和其他家人隱姓埋名 在楚國民間逃亡 因為他們一家人在楚地很受愛戴 所以大家都幫拖 得意逃過秦朝的修捕 等到風聲沒那麼緊 他們就在當地一個城鎮 叫做吳怨安頓了下來 這個時候 我們的主角項羽的經驗漸漸長大成人 眼看著秦皇朝的統治日漸堅固 他們一吳怨又有什麼搞作呢 我們下次再說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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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虎尋袖歷破百萬熊絲 分崩天下氣吞萬里如虎 十年埋伏美人不負霸主 烏光到前寧死不過江東 新派歷史趕合之西楚霸王 原著李培聰 出品人孫茗里 插畫赵卓寧 監製孫建國 播放李培聰 公元前二二一年 秦大將黃昏滅齊 秦皇認證終於一統天下 自號始皇帝 他加強中央集團 設棍縣統一道兩行 大量修建交通和水利工程 秦始皇憑著強大武力 號稱要建立千秋萬代的基業 但在內心深處 他是人心不足 做了皇帝還要做神仙 一心上搖長生不老 上云我們講到 韓宇的叔父韓梁 帶著他和其他家人隱姓埋名 逃過秦朝的追捕 等到風聲沒那麼緊 就在匯溪棍的吳縣這個地方 安頓下來 項良見到項羽逐漸長大成人 請了一個教書先生 教他讀書識字 他們家是貴族 自內都有學文化的習慣 不可以讓後輩做文盲 不過韓宇學了開頭 就沒有心機 和叔叔說 叔叔 我不想學 韓梁心想 我們家無障之家 又不是做屈原 懂幾個字就算了 於是就說 好 我來教你劍術 韓宇很歡喜 跟著叔叔學劍 當時的劍術 跟我們現在看到的表演劍術 或者武俠書中的所謂劍法 都有很大不同 實戰技巧 來來去去那幾項 反而有很多關於禮儀的部分 事關於劍術 當時也是禮的一部分 韓宇學了一陣 又覺得沒意思 又和叔叔吵著不學 韓梁就很激氣了 心想 你這傢伙做了屎堂關刀 文又不行 武又不行 唉 我們韓家出個廢物 真是 誰知道韓宇說了一番話出來 嚇了韓梁一條 他就說了 讀書識字 只不過是識寫自己的名字 學劍術 也只不過可以打敗一個敵人 這些我都沒有興趣 我要學 就學萬人敵 學能夠打敗成千上萬敵人的手段 韓梁一聽就老懷大胃了 心想我們韓家有后了 這次 好 我來教你兵法 於是 就開始教韓宇學習兵法 不過這個韓宇 不知道天生是否耐性 還是實在太有天分 學兵法學了個大概 知道兵法的基本道理之後 又不肯學了 從他後來領軍的情況來看 韓宇可以說是一個天生的軍事天才 他很多戰術 竟是出自於兵法的基本理論 更多是他天生對於戰場的敏感和直覺 這些東西 兵書是教不了他 楚霸王韓宇所打的 大部分都是天才波 不過這樣 正是因為他不喜歡讀書 導致他在戰略的大局感方面不太夠 尤其在政治之上 就沒什麼感覺 最後的失敗也跟這個人有很大關係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以為讀書沒用 就是這樣 韓宇在吳宗長大成人 他天生氣力過人 據說可以憑一人之力抗起千斤的銅頂 成語力能抗頂就是出在他身上 他雖然生得很強壯 但是並不是那些滿身蠻力 手刮起箭的大隻佬 行事啊 講話啊 都帶著貴族的典雅氣息 好得不願的年輕人愛戴 雖然沒有認真學過劍術 但是他有一身很武藝 閒閒地一個打幾十個當吃生菜 這個時候 六個都已經滅亡了 秦朝經意建立 秦始皇除了大舉修建各種的大工程之外 還很喜歡去各地巡遊 一方面可以顯示他自己的威疑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身體越來越差 希望周圍撞一下彩素 看有沒有幸運撞到神仙 以求長生不老之術 秦始皇一直盼望長生不老 為此他花費了後半生的不少精力 據說他還派出了術士徐福 率領三千同男同女出海去尋找蓬萊先生 一去就沒有再回來 那他到底去了哪裡呢 一直都眾說紛紜 好多人認為他們去了日本 甚至可能他們是日本人的祖先 在日本已有很多徐福的所謂遺跡和妙語 但在兩國的正史上都不見有相關的記載 除福究竟去了哪裡 是否真的有除福這個人呢 至今仍然是一個不戒之謎 至今仍然是一個不戒之謎遺跡和妙語的祖先 是一個不戒之謎遺跡和妙語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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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連公里那麼長 幾百架馬車真是價格精緻 就步步威風 當時不遠的老百姓 大部分都是一些未見過什麼細緣的大鄉里 每個人都看到眼睛都凸了 屁都不敢休息 雖然平時大家都在罵暴巡 說巡政府無盜 壓榨良民 官逼民返等等 但見到這隊那麼威武的車隊 這班人每個人都在罵暴巡 屁都不敢火火 正在大家押卓無聲 眼睛睛地看著秦始皇的車隊經過的時候 忽然間 後面一把很年輕又威嚴的聲音就說了 我 可以取代他的位置 這句說話 又如晴空霹靂 轟到周圍的人 真是靈魂出竅 大家甚至無都不敢 扔回頭去看究竟誰那麼大膽 只是覺得這把聲的霸氣 震到大家動彈不得 個個真是呆弱無雞 不用我講大家都知道 講這句說話的人 正正是我們的主角 日後的西楚霸王項羽 他聽說秦始皇的巡遊車隊來到不遠 心想 這個害到自己家破人亡的仇人 不知道是不是三頭六臂 讓我見識一下 日後報仇的時候 都要認準他的樣子才行 因為當時 對於六國後人的守暴 已經停止了 風聲也不緊 項羽有得項羽 還跟著他一起看熱鬧 項羽來到路邊 看到秦始皇的車隊護衛 雖然威武縮目 但是完全感覺不到秦始皇車架裡 流露出來的紅霸天下之氣 大家看武俠書看得多了 誰知道像秦始皇那樣的王者 就算不露面 那種壓倒眾生的氣場 都必定非常強大 好像項羽的高手 空上感覺到 但是當時的秦始皇 病到就癱癱 命不久矣 之所以堅持出來巡遊 實在想碰碰運氣 看能不能找到神仙 實現長生之夢 這樣的秦始皇 真的好像虎落平洋 龍油淺水 哪有什麼霸氣可言 項羽見到秦始皇的車隊外強中竿 於是忍不住衝口而出 說自己可以取秦始皇而代之 項羽這個人真情真性 不擅長裝假狗 想到什麼直話直說 完全不考慮這句說話 會帶來殺身之禍 旁邊的項羽聽到項羽口出驚人之語 當然也嚇了一跳 心想 喂世侄 這些說話 我們關門兩宿侄說就行 現在大庭廣眾 還要當著這麼大隊朝廷衛隊來講 真是壽星公吊頸嚴命長嗎 乖乖拉著項羽 就往人群之中逼過去 心裏便求神拜佛 希望秦始皇的衛兵聽不到 就是了 狗在當時的士兵掛著執行保安任務 無人留意群眾的議論 雖然見到有些民眾有些湧動 以為都是鄉下佬未見過大小臉 也並沒有追究 經過這件事 項羽對項羽的看法又有點不同 以前他一直把項羽當作自己的好幫手 希望這個侄可以在抗秦鬥爭裏助自己一臂之力 但是從項羽對秦始皇說的這個說話裏 項羽感覺到那種千軍萬馬的氣勢 自己實在望塵莫及 項羽開始覺得 自己這個侄可能不是很幫手那麼簡單 可能還會是親手埋葬秦朝復興楚國的人 項羽在當地人面很廣 通過各種渠道 知道秦始皇的身體已經很差 估計是撐不到多久 於是更加緊籌備舉兵反秦 項羽的籌備很特別 一般人要起兵造反 通常偷偷地拉一隊人馬 聚在秘密練兵 然後找個好日子斬雞頭起兵 但是項羽因為當地素有威望 當時地方很多的祭祀活動 都請項羽幫忙操練 於是項羽暗中用兵法來操練 這一班參加祭祀的年輕人 當年有孫母操練吳王氏女為女兵 如今將項羽在祭祀當中操練士兵 可以說是較上輝營 當年的京楚之地實在是英雄配出勇武成風 項羽縮疾後來起兵帶領的中天力量 八千江東子弟就是這樣 在一次一次拜神祭祖之旅的活動之中操練出來 當時整個大秦帝國好像紮藥桶一樣 到處都因為秦政府嚴刑進發 和大興土木困賦不堪 只要有人鎮鼻一呼 馬上就有千千萬萬的人出來響應 但是當時秦子王還未死 對呀 餘威猶在 沒有人敢在他生前起兵造反 不過秦子王的生命之火 在消滅六國一統天下的時候 已經燒到盡了 很快他燦爛的一生也走到盡頭 和很多偉大的君主一樣 秦子王對繼承人的安排做得不好 通常老爸太強勢 兒子也找不到吃 而且這些偉大的君主 都是自信真飽盛的 但是不信自己就快沒命 不願意為自己死後的世界做安排 結果往往事到臨頭出差錯 很多人都相信 如果秦子王的大仔扶蘇可以繼位的話 大秦王朝應該沒那麼快倒閉 新派歷史講堂之西楚霸王 由廣東地區最好的小說平台 FM96.2廣州新聞電台原創出品 主播李沛聰 FM96.2廣州 是秦子王的長子 他的母親鄭氏是鄭國人 因為喜歡唱鄭國的情歌 山友FM96.3 於是秦子王就為他們的長子取名為FM96.3 FM96.3 在古語裡是形容枝葉謀盛、香草皆無的意思 FM96.4 FM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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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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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很多老百姓都希望秦始皇快駕崩, 扶蘇上台之後,日子應該會好過些。 很可惜,正是因為扶蘇性格人口,傾向以王道治天下, 和崇尚以霸道治國的秦始皇始終不太合適。 他經常勸父不要殺那麼多人,不要用文力用得太過, 但每次只會生氣,一點實際效果都沒有。 著名的墳書坑魚事件之後,扶蘇又去勸秦始皇。 父皇,天下統一還沒多久,遠方的人民很多都未歸父, 這些餘生都是收集孔子之道的人,如今父皇對他們用重刑, 恐慌會引起天下的騷動,請父皇三思。 秦始皇一聽,扶幾火就罵他了。 你更好說,那些傢伙哪裏是什麽餘生來的? 全部都是騙飲騙食的神軍, 這個就說神仙請過他吃飯, 那個又說神仙在他旁邊屋, 結果不但個個都無料道,還在背後說過壞話, 我不殺他們,殺誰? 當年我們白起將軍,坑殺四十萬趙軍, 我們秦國不是一樣統一天下? 我殺了幾百個,你牙痛的聲, 以後怎能治國安邦? 過著吧,和我去長城那裏力練一下才回來。 於是,秦始皇將扶蘇趕去北疆, 和大將軍蒙田一起修建長城。 秦始皇這樣趕, 就將秦皇朝最後的希望都趕走了。 秦始皇有二十幾個兒子, 除了大兒子扶蘇之外, 他還很喜歡小兒子胡亥, 因為他把扶蘇趕走了, 胡亥身邊的人就覺得有機可乘, 於是開始謀劃, 扶蘇上台了, 為首的就是大太監趙高。 趙高在歷史上臭名超主, 不過在這個之前, 他是一個勤奮好學的好青年, 他覺得只是做太監, 服侍主人,沒什麼前途, 於是發奮學習, 學什麼呢? 學刑法玉學, 結果成為當時刑法玉學的專家。 秦始皇見他這麼有文化, 叫胡亥跟他學習, 趙高很討胡亥歡心, 很快成為了胡亥的頭馬, 他當然希望自己的主人胡亥可以做皇帝, 而且他曾經得罪過大將軍蒙田的兄弟蒙毅, 一旦扶蘇上台, 他必定要收皮, 所以趙高出行八寶, 就要扶胡亥上台為止。 趙高是歷史上有名的奸臣, 指鹿為馬的典故, 就是出自他的手筆。 據考證, 他是秦皇室的遠房親戚, 所以才能夠入宮在秦始皇身邊時候。 不過趙高本人都是多才多藝, 並非純靠群帶關係。 他除了熟知法輪, 還在秦漢時期的書法大家, 是胡亥的書法律師。 話說秦始皇的身體越來越差, 就知道自己那頭近了。 但他始終全有萬一之心, 就想到處碰碰運氣, 看見不見多神仙。 於是周圍地去。 趙高就教胡亥幾帶都要跟著去。 萬一秦始皇有什麼三長兩短, 你就近水流台才得穴。 事實證明, 趙高非常有見地, 秦始皇果然在平原津病倒了。 他自知大限已到, 於是叫趙高過來, 交了一封信給他, 叫他送給扶蘇。 信裡便叫扶蘇回來主持葬禮。 意思其實就是叫他回來繼承皇位。 怎知道趙高欠秦始皇臨死糊塗, 將封信扣起了沒有送刀。 過了幾天, 秦始皇在沙丘去世。 情相李斯怕天下有變, 決定物不發喪。 希望回到咸陽, 定好繼承人。 這樣才發佈秦始皇駕崩的消息。 趙高拿著秦始皇的遺書, 王牌在手, 當然要發揮能量。 他首先去找胡亥, 給他一封信。 胡亥是一個草包, 看一封信就說, 胡亥是這麼定, 就給大哥做皇帝, 你拿封信給我看了什麼。 趙高真是又好生氣, 又好笑, 生氣當然是生氣胡亥不掌盡。 好笑心裡就暗暗偷笑, 胡亥這麼茂利, 以後好控制。 於是趙高就勸胡亥說, 這封信呢, 除了先王, 只有我看過。 現在形勢在你我, 和丞相三人的手裡, 你究竟想仇製於人呢, 還是想高高在上呢? 胡亥這個人是沒什麼主意的, 被趙高勸得幾勸, 就說, 好吧, 你自己去安排吧, 你怎麼說怎麼好。 趙高就搞定了胡亥, 打著封信, 就找另一位關鍵人物, 丞相李斯。 李斯是秦子王最倚重的大臣, 亦都是滅六國, 建秦朝的大功臣。 他的威望, 足以壓服所有的質疑。 只有得到李斯的支持, 趙高才敢扶胡亥上台。 趙高找到李斯, 就跟他說了, 李丞相, 皇上駕崩那時, 就留了封信給我的, 信裡面就說, 叫扶蘇繼承王位, 這封信, 和陛下的印曬, 都是胡亥那道, 天下何去何從, 就看你和我的意思了。 李斯一聽就發火了, 就罵趙高, 你這個死太監, 這樣亡國的說話都敢說出來的, 這些繼承的事, 誰是我們做臣子應該干涉的。 趙高不方不亡, 問李斯, 李丞相, 你也不要發火了。 我問你, 給蒙田大將軍, 你能力上是否勝過他呢? 保家衛國的功勞是否比他大呢? 深謀遠慮是否比得上他呢? 得民眾愛戴是否及他呢? 是否比他更加得扶蘇王子信任呢? 李斯是面都黑埋的話, 這五樣我都比不上蒙田將軍的, 那又怎樣? 趙高長嘆一聲, 唉, 我趙高在宮中的二十幾年, 見過無數人喜喜樂樂的了, 從來都未見過罷免, 或者退了職的丞相, 功臣, 那些封印呢, 可以去到下一代的, 大部分都是死於非命的。 若然被扶蘇王子做了皇帝, 那他當然是被蒙田做丞相的了, 到其是呀, 你丞相, 你的下場可想而知的了。 李斯雖然厲害, 但是他這個人名利深實在太重, 最大的弱點在於他不僅看重自己的性命和富貴, 更加著緊自己子孫後代的榮華富貴。 他不願意, 在扶蘇上台之後, 失去已經擁有的一切。 趙高見到李斯心動了, 鼓起漁王之洩, 落多幾千玉緊, 不停搖不停搖。 最後, 李斯被他搖定了, 失聲痛哭就說, 唉, 生在這個亂世之中, 有沒有勇氣去死, 要我怎樣好呢? 最後, 李斯同意了趙高的計劃, 扶胡亥上台做皇帝。 於是第二天, 李斯以丞相的名義宣布皇上駕崩, 為下聖子由胡亥繼位, 即日回京安葬先王。 趙高成功扶了胡亥上位, 第一時間用皇帝的印刷寫了封信, 叫侍者帶去給胡蘇和蒙恬, 以秦始皇的名義, 將他們兩個人刺死。 胡蘇是個乖兒子, 收到封信, 見到老爸要自己死, 當堂自殺死了。 蒙恬就說, 我個人生死就事小, 社積安危就事大, 我不可以不清不闖就這樣死去。 於是侍者將蒙恬囚禁起身, 向胡亥請事。 胡亥本來也不是很想殺蒙恬, 但經不住趙高一求再求, 於是派多個侍者過來, 刺毒酒, 要蒙恬自殺。 蒙恬就跟侍者說, 我蒙家三世效忠秦國, 對朝廷有大功, 我手掌三十萬精銳, 只要一聲令下, 隨時打回咸陽。 我現在在等死, 只是不願意違背先人的教誨。 你幫我帶一句話給皇上, 殺忠臣而亡國的事, 自古以來數不升數, 希望皇上以此為駕。 那個使者哪有這麼大話給胡亥, 但又怕蒙恬真是兵變, 聲陣陣地說, 蒙將軍, 你的說話我一定是大盜的, 你不要為難我這些造勢, 我也是打工的, 這杯酒皇上遇刺, 你不喝就造反了。 蒙恬思前想後, 想來想去都想不通, 最後給他想到他死的理由, 養天長炭。 沒錯, 我修建長城, 挖斷了多少地物, 斬破了多少龍器, 當然該死, 當然該死。 於是, 將一杯毒酒一飲而盡。 就是這樣, 中國最偉大的古建築之一, 萬里長城的建造者, 就是這樣含冤而誓。 FM96.2廣州新聞電台, 原創出品。 出品人, 孫雯美。 破虎尋袖, 力破百萬熊次。 分崩天下, 氣吞萬里如虎。 十年埋伏, 美人不負霸主。 烏江道前, 寧死不過江東。 新派歷史趕合之, 西楚霸王。 原著, 李培聰。 出品人, 孫茉莉。 藏麥, 焦卓寧。 監製, 孫傑國。 播放, 李培聰。 秦朝從建立的第一天起, 就大搞正式工程。 長城呢, 柯房宮呢, 後來, 又麗山寧武呢。 從一個大工程下來, 文靈好聚, 教天道明明。 文不欣生。 中國的老百姓, 雖然恨恨恨恨, 但秦朝政府的暴政, 完全活殺了大家的求生之道。 真正是官逼文反, 文不得文反。 公元前210年, 秦二世登位的第一年, 反抗的恐慌, 正式將起。 上次我們講到, 趙高搞定了大王子扶蘇, 和大將軍蒙恬, 又幫胡亥, 將他的哥哥姐姐全部殺了。 這樣, 胡亥的皇位高枕無憂。 趙高以勇立之功, 升了做郎中令, 實權比丞相李斯更大。 秦二世胡亥這傢伙, 正一是二世祖來的。 二世祖這個名字都是因他而起的。 沒有能力, 沒有抱負, 沒有智慧, 沒有膽量, 簡直是四母青年來的。 不但經常花天酒地, 尋歡作樂。 最要命的那樣, 就是他不願意聽到任何負面消息。 失行駝鳥政策。 誰和那個時勢艱難, 又或者道賊四喜, 他第一股將誰剃掉。 和後世的徐陽帝, 都是相得益彰。 這樣一個人在皇位之上, 實權有操縱在自己顧自己利益的太監趙高手裏。 這個國家不亡, 真是沒有天理。 秦朝滅亡的第一聲哀樂, 享致奇緣的大宅鄉, 就在今日安徽省的宿縣。 這裏有一群政府掙扎, 去邊疆漁洋當兵的農民。 他們已經連續趕了很多日路, 個個衣衫藍縫, 面無人色。 在偏偏慘, 屋樓偏逢連夜雨, 一年幾日大雨旁逃, 一日都走不了幾里路。 循朝的律法很嚴酷。 大凡被偵襲的當兵, 或者修建工程的人, 若然不可以按時到步, 一輪就殺頭。 這班人裏面, 有一個楚國人叫陳勝。 他是偷偷地和其他人商量的話。 各位, 這樣行法, 我們肯定沒有辦法按時趕到漁洋。 死路一條而已, 大家怎麼看呢? 其他人嘰嘰嘰地出聲, 唯有其中一個叫吳廣的人就回答他。 那怎麼辦呢? 酒又沒東西吃, 被捉到死路一條而已。 陳勝看到吳廣有些膽識, 就拔在他一邊商量話。 走路就不是辦法的, 不如我們起兵造反吧。 反正橫死定死的了, 不如補一補吧。 吳廣聽了, 吳廣聽了, 嘰嘰嘰嘰嘰嘰, 嗯, 有道理。 況且就算死, 我們抗秦, 為了百姓而死, 也死得其所。 陳勝聽見吳廣同意他的說法, 很高興。 他就想好整個計劃了。 他們先去找一個會算命的人, 叫他算命先。 那個人就說, 你們求的事應該會成功的, 不過最好再求求神先。 陳勝心想, 求神這家事是靠不住的。 不過求神這個提議都啟發了他, 他就決定借助神明的力量。 於是, 陳勝和吳廣就做了很多寫著陳勝王的布條, 塞在河邊的魚籠裡的魚肚裡。 等大家吃魚的時候發現了, 大家見到這麼多布條塞在魚肚裡的議論紛紛。 他倆躲在外面裝神裝鬼, 大叫大楚卿陳勝王, 大楚卿陳勝王。 搞到大家疑神疑鬼, 那些看守的衛兵更加人心惶惶。 陳勝吳廣見到時機成熟, 就找機會殺了那兩個看守他們的教位, 然後將大家招集過來, 發表演講就說了。 各位, 我們被大禹擔角, 已經錯過了日期了。 大家都知道, 延五日期要殺頭的。 就算真是趕道, 去邊疆當兵, 或者修建長城, 不打死都累死了。 十個, 即有七八個嚇死而鄉都不出奇。 如果你們都是勇士的, 何必死得這麼淒涼啊? 要死得死得轟烈一些啊? 那些皇后將相, 難道生出來就是這麼厲害的嗎? 這一番說話, 激起了所有人的求生意志, 更加激起他們, 追求出人頭地的強烈意識。 於是, 這班爛身爛細的農民, 就此是傑桿而起, 打著秦皇子古蘇, 和楚將軍漢煙的名號, 打響了板城的第一槍。 陳勝的這番演說, 命誰千古? 相信大家讀書的時候都有學過, 皇后將相, 寧有總符這句名言。 這句說話, 不單止代表了他們自己的心性, 更加代表了戰國以來, 平民意識興起。 民眾開始意識到, 自己不一定要西雜著位, 也不再需要跟隨某個貴族, 才可以成功。 自己有本事, 有能力, 一樣可以成為皇后掌相。 後來, 平民出身的劉邦終於得到天下, 只是這種平民意識抬頭的最終反應。 陳勝雖然說了他名言, 但他始終沒有文化。 大家見過他把負蘇和漢煙搞在一起, 知道他其實是九不八八的。 不過當時, 很多老百姓的苦日子過得太久了, 不要說負蘇加漢煙, 秦始皇加太上老君也好, 只要反秦, 大家就蜂擁而至。 很快, 陳勝吳廣的軍隊, 就佔領了大澤鄉和其成, 聚集了幾萬人, 準備去攻打戰略重地陳縣, 也就是現在的河南華洋。 當時的老百姓, 真是受秦朝政府壓迫, 受到救了。 一旦有人號召, 馬上無數那麼多人前來響應。 陳勝的軍隊攻落附近的其成之後, 一路就向陳縣推進, 來到陳縣城下的時候, 經已聚集了騎兵賞千, 步兵幾萬, 連戰車都有六七百步, 聲勢真的很大, 三兩下手腳, 將陳縣攻了下來。 佔領陳縣之後, 陳縣叫齊附近的知名人士, 過來開民主生活會。 會上當然一致通過, 推舉陳縣為王。 他是楚國人, 自稱楚王, 保釋張楚。 陳縣起兵反秦的消息一傳出之後, 周圍馬上引起空洞。 各地的豪傑之士, 本來都是籌備起兵反秦的。 現在被陳縣喝了頭淡湯, 正所謂執書行頭寢過敗家。 無論原來潛伏在各地的六國貴族, 還是當時所謂的豪傑之士, 大家一個只不過起意, 怕死滅殘功勞被人搶去。 尤其是原來, 如楚國的淮河一帶, 這些反秦原體更有如雨後遵順, 多餘後沒有, 一百幾十個人的召砌, 押響個打才算。 陳姓清皇之後, 自己坐陣在陳縣, 但吳黃率領主力部隊攻打營陽。 除此之外, 他又派了很多將領, 周圍聯絡各地的造反勢力, 希望壯大自己。 不過這些派出去的將領, 個個都是野心勃勃之背。 個個像射出去的箭一樣, 揪去沒有回頭。 唯一一個翻轉頭的, 是被陳姓殺鬼了。 什麼回事呢? 原來是這樣的。 陳姓派了一個手下叫郭英, 去東方招集兵出。 他出發的時候, 陳姓還未清皇。 於是郭英為了方便工作, 在當地找了一個原來楚國的貴族, 叫湘疆的, 立了他作為楚皇, 號召大家過來投靠。 但很快便收到封, 說陳姓在陳縣清皇。 郭英知道自己闖禍了, 快快殺了湘疆, 然後走回陳縣向陳姓匯報。 誰知陳姓問都不問, 就說郭英心懷不軌, 將他殺鬼了。 這樣之後, 大家看清楚陳姓為人。 這傢伙一來野心勃勃, 地盤都不太大, 清皇。 而且當時, 六國的後人, 號召力都還是很強。 陳姓只不過山寨版的楚皇, 大家心裏其實都不太服氣。 二來, 亦都見到陳姓這個人, 沒什麼容忍之量。 郭英對他忠心耿耿, 之前立了阿楚皇, 都只不過為了方便號召士兵。 一聽到陳姓清皇, 就將阿楚皇殺了。 陳姓還要殺郭英, 令到他的手下都很心寒。 結果後來派出一些將領, 什麼張義、陳瑜、鄧忠、周氏, 一個二個在六國之地另起牢租, 再都不受陳姓接濟。 這些人的情況, 我們後面再介紹。 而且陳姓這個人, 人品實在一般, 三分顏色上大紅。 他自己是故隆出身, 清皇之後, 他以前的老闆過來投靠他。 他的老闆原來對他很好, 他開頭, 亦都對老闆幾例如下。 但後來, 聽說老闆到處宣傳, 以前對他有恩德, 他心裡很不高興, 把老闆殺了。 而且他自立為王之後, 對於部下都很疏遠, 兼者開始貪威識識, 不像以前那麼劍撲。 搞下搞下, 原來部屬紛紛離他而去。 就算名義之上, 依然跟著他的部下, 基本上都是各行其事, 不聽他之敵。 陳姓這個楚王, 真是孤家寡人。 人心離散之下, 失敗亦都不遠了。 在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入面, 率先揭桿而起的, 通常都衰收尾。 因為, 一來率先起事的時候, 朝廷的勢力依然比較強大。 二來, 槍打出頭鳥, 第一個跳出來, 很容易成為敵人集中攻擊的目標。 在元朝末年, 朱元璋就是用緩清王的策略, 拒絕做出頭鳥, 成為最後的贏家。 所以, 陳姓即使不是人品問題, 但是, 要取得最後的勝利, 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我們看看陳姓的主力部隊, 他是兵分兩路的, 一路由吳廣率領, 攻擊營陽, 另一路由佈下周文率領, 攻擊秦的都城咸陽。 這個周文, 原來曾經在漢煙手下做過幕僚, 但從來未帶過兵。 那麥寮呢, 出了計都還可以, 真是領兵打仗, 另一回事來的。 後來, 諸葛亮輝雷斬馬叔, 這個馬叔, 又是麥寮出身的。 這一類自以為熟讀兵書的麥寮, 一旦大兵, 十個著一八九個找不到食。 這個周文, 帶著大批農民起義軍, 直撲銜谷關, 來到關前的時候, 竟已聚集了幾十萬的大軍, 戰車上千堡。 涵谷關雖然是紅關, 但當時的秦軍事無鬥志, 見到這麽多人, 嚇死了。 結果, 周文也沒怎麽打過仗, 通過了涵谷關, 來到咸陽附近一個叫做棄的地方, 扎落了營寨。 之前我們都講過了, 秦二世這傢伙, 完全是不喜歡聽負面報道的, 所以有人跟他講, 說東方很多盜賊造反, 他是一律不信, 覺得人家有心不讓他過安樂日子, 將報告的人全部殺光, 後來大家都不敢報告, 他就覺得天下大平, 繼續沉歡作樂。 如今事到臨頭, 大軍來到家門口了, 不聽都不行了, 秦二世召開軍事會議, 問大家有什麽對策? 一班大臣你眼望我眼, 大眼睹小眼, 心想兵臨城下才開會, 現在大軍都在北方邊疆, 搬亂軍人數更多, 怎麽抽呀? 個個不敢出聲, 秦二世發財爛了, 我養兵千日都用在一時, 你這傢伙高官厚陸, 現在一個一個裝龍扮啞, 趙婷養這傢伙有什麽用呀? 大家心想, 高官厚陸, 厚得個趙高, 現在大禍臨頭還沒站出來, 平時作威作風就厲害, 於是繼續沒人出聲, 秦二世又急又驚, 正是不知所措的時候, 忽然間有人站出來說, 微臣有個辦法, 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秦二世一看, 原來是少府官張寒, 並不是領軍的將軍來的, 他是病急亂頭醫, 就說是民官沒有帳, 總之有人說話就好了, 問張寒有什麽妙計呢? 張寒就說, 現在道賊已經來到咸陽城外, 而且人數更多, 我們要在各地發兵來救, 就來不及了, 現在黎山陵墓那裏, 有十幾萬的刑途勞工, 我們只要先赦免他們的罪行, 然後將他們組織成軍隊, 那就可以對抗敵人咯! 不過, 秦二世基本上腦不想事, 既不想想這十幾萬的勞工, 分分鐘賭歌相向, 也不怕張寒有勇兵自立的可能性, 聽到張寒這個提議, 馬上找好辦法, 你去執行吧! 他死好命, 張寒並無異心, 若然不是, 秦朝早多幾年收檔, 張寒領了命令, 他將那十幾萬個勞工, 就招集起來, 跟他們說, 你們本來都是有罪之人, 在這裏服刑收靈, 不過你們幸運, 一正好碰上朝廷用人之際, 所以, 赦免了你們的罪, 你們以後不用再收靈墓了! 大家一聽, 當然是高興了, 收靈墓這件事, 基本上不是人做的, 十個累死七八個, 很正常的, 死亡率更高於打仗, 現在大家聽說, 可以射了他們的罪, 還不用收靈墓, 嘩, 個個都高呼萬歲啦! 張寒跟著說, 朝廷卸免了你們, 你們用這些來回報朝廷啊! 大家來看我看你, 心想我們難命一條, 那這些好回報朝廷啊! 張寒見大家不出聲就說, 現在東方有一班盜賊, 過來攻擊咸陽, 他們雖然人數更多, 不過都是烏合之眾來的, 這麼一擊! 只要你們將盜賊擊退, 不但可以赦免原來的罪過, 立了功, 還有機會封觀盡著, 你們願不願意啊! 那些勞工, 很多都是亡命之徒來的, 聽到有機會得到封想, 當然是想勃勃的啦! 那些老實的, 見到人家喜控, 就跟著又喜控啦! 一時之間, 大家都大叫, 我們願意殺賊立功! 都不想想他們這班人, 原來全部都是賊來的! 張寒很滿意, 將裝甲武器發給他們, 明明他們聽指揮行事! 那這班人平時在收齡的時候, 都是聽慣指揮, 有一定的組織, 而且有一些下級的將領做管理, 所以編成軍隊之後, 在組織紀律性方面算不錯, 比周文率領的農民起義軍強很多! 張寒準備了幾天之後, 帶著這支軍隊, 就去突擊周文的楚軍! 周文的軍隊, 在人數之上佔優勢, 但大部分都是沿途加入的, 又沒有訓練又沒有組織, 大哥帶著弟弟, 老弟帶著兒子, 打仗的時候亂七八糟, 連陣都擺不出的, 被張寒的部隊一衝, 全部散光, 只能夠各自為展! 再加上這班起義軍武器裝備很差, 拿著我這些大部分都是耕琴的龍具來的, 巡軍雖然人數比較少些, 但個個頂盔穿甲, 手持長擊, 打起來根本不是一個等級, 結果巡軍衝了幾下, 周文率領的楚軍就悔不成軍, 幾十萬人各顧各, 狼輩逃命! 在古代戰爭裏面, 兵力固然是重要, 但其實兵不是決定性的因素, 正所謂, 兵貴精而不貴多, 太多的兵力不單只會增加糧草壓力, 還會加大指引的難度, 對於率領大軍的將領來說, 大軍團作戰的指揮能力是至關重要的, 而在戰場之上, 訓練有數的士兵可以發揮團隊作戰的優勢, 而缺乏訓練的士兵就只會各自為戰, 所以, 士兵的素質和將領的指揮能力, 在古代戰爭裏面, 起著比士兵數量更加重要的作用。 周文帶著殘兵敗卒, 走出咸谷關, 來到刑池這個地方, 又被秦軍追上, 周文就沒辦法了, 唯有扔回頭, 和秦軍拼命, 不過敗軍之將就何足言勇, 張韓帶領秦軍再次打到周文的楚軍散散, 最後, 楚軍全軍覆沒, 周文亦自殺身亡。 在咸陽的秦二世收到消息, 說張韓大哲很高興, 覺得天下的事, 再都不需要憂慮, 放落心裡, 又繼續尋歡作樂。 陳勝的另一支軍隊, 由吳廣率領, 攻打營陽, 當時的營陽, 是由李斯的兒子, 三川郡守李游坐鎮的, 李游是個有料之人, 他見到敵人人數更多, 於是閉門堅守, 幾大都不出展。 吳廣攻了很久都攻不下來, 忽然收到消息, 說張韓率領秦軍大破周文, 正趕緊來營陽, 吳廣的軍隊當堂亂了, 有人說不如威罰退兵, 有人說不可以, 幾大都要迎戰, 各執一詞, 大家都不服吳廣的指揮, 爭到最後, 有位將軍叫田莊, 乾脆將吳廣的隊, 把他的人頭送到陳勝那裏, 陳勝沒辦法, 唯有下令, 封田莊為上將, 繼續領軍, 田莊留下部分軍隊, 繼續圍困營陽, 自己帶著主力, 迎戰張韓, 田莊這些軍隊, 打在小地方是可以的, 但哪裏是張韓的對手? 一場大戰下來, 田莊軍全軍覆沒, 張韓繼續進軍營陽, 消滅留在營陽的楚軍, 解了營陽之位, 就是這樣, 陳勝的楚軍主力, 就被張韓消滅了, 他自己眾叛親來, 都沒什麼好辦法, 眼白白看著自己的殘餘部隊, 被秦軍各個擊破, 最後, 陳勝在夏城府這個地方, 被部下莊架殺死了, 他建立的張楚政權, 亦就此滅亡, 這個時候, 離他在大宅鄉起兵, 才僅忍不到半年, 雖然陳勝收了皮, 但他點起的紅紅烈火, 很快燒遍整個中原, 各路豪傑紛紛起兵, 以六國為名起兵的, 有齊國的田丹, 魏國的魏舊, 韓國的韓勝, 燕國的韓廣, 趙國的武臣, 而其他的英雄豪傑, 亦都是群紅並起, 英報, 張耳, 陳瑜, 劉邦等等, 一時之間, 起義之聲, 此起彼伏。 這個時候, 我們的主角項羽, 和叔父項梁, 在吳縣也有什麼搞作呢? 我們下回再講。 新派歷史港投資, 西楚霸王, 策劃, 趙卓明, 監製, 孫建王, 狂白, 氣肉, 錄音製作, 許小船, 關書彈, 由廣東地區最好的小說平台, FM96.2, 廣州新聞電台, 原創出品, 出品人, 孫雲美。 Welcome. Welcome to the